在昨天南京有一则新闻 这则新闻呢是写到什么呢 挖着工地挖牙挖挖到地底下 突然发现有一把像我手上一样的宝剑出土了 这把宝剑一出来呢可是清光四射 这把剑是什么剑呢 居然是一把汉代的古剑 而这把古剑呢可能是汉代开国的古剑 而这把剑可能是灭掉了 秦始皇所建立的大秦帝国的汉代开国剑呢 欢迎资本家文化社社长刘灿荣 立东好 大家好 另外我们要介绍一位特别的来宾 这位来宾可是一位国宝的驻剑师 他可是《沃虎长龙》里面电影当中的 清明剑的铸造者郭长喜 欢迎郭老师 大家好 我是郭长喜 在现在的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讲到郭长喜老师 他还带来了几把剑 干匠剑 墨爷剑 有没有注意到 这几把剑我们等一下会亲自示范 这几把剑它究竟是削铁如泥 是如何的厉害 但是现在这一开始 我们就要先讲到南京这把汉代的古剑了 这把古剑在工地开挖之下 挖呀挖 挖到地下突然出土了 这把剑一出土 可是震惊所有的考古界啊 對 南京挖地铁 挖着挖着 这个挖土机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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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挖土机 那师父第一次想 这个康毅生莫非挖到了什麽堡 而且他当时觉得 签议试告诉他 他一定要停下来 好啊 结果发现 果然是挖到了一个怪东西 考古学家蜂拥而至 一群人一群人把它挖出來之後發現 是個漢代的古墓 沒想到古墓裡頭有一個墓旁邊 竟然出現了這一把 發了透露著清光的 2000年歷史的寶劍 什麼 這把劍有2000年歷史啊 觀眾朋友 看這把劍要看出一個門竅 它好長喔 長一公尺 請問長一公尺的劍 立剛像我們兩個這種中等身材的男人 拿起來不是很怪嗎 他必須是要高富帥拿 才能夠匹配這一把一公尺的寶劍 高富帥至少180公分以上 個量這麼高才行喔 對 那他又是必須是個西漢人 同時他的領地還可能必須要在南京 這麼一兜 你猜只有誰符合這個資格 誰 就是秦朝末年 西漢年間的英雄 陳英 你知道陳英是誰嗎 陳英是秦朝末年的一個東洋憲令官 他是個憲令使 當時我們曉得陳盛武廣起義了對不對 退翻了秦朝這個暴君 結果就有人就跟這個東洋憲的這個 陳英講說我們把憲令殺了 由你為王好不好 陳英說不行 你們可以跟隨我 但不可以由我為王 結果後來他們就去投奔項羽 後來項羽死了 他就投奔劉邦 劉邦勇敢於他 就把他封在南京的附近 封他做個猴 我們常講王猴將項 夠大吧 夠大 他身材又高 他又是個瑕士 所以他是高嘛 做個猴 有錢吧 有錢 他長得又帥 所以他就是高富帥 所以這把劍非常有可能 就是陳英當初起義的那把起義之劍 我剛剛說了 這把劍長一公尺 而且他的劍風透露著鋒利的清光 你有沒有想到這把劍清光很像 親民劍 對 就是臥虎藏樓 我的偶像周潤發李木白拿著那把 反透露著清光的親民劍 來 這個臥虎藏樓的劇情我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曉得李木白周潤發飾演 他是一個瑕士 但是他要退營了 所以他這把劍想要交給一個王爺保管 沒想到被御角龍就張子儀了 他拿走了 他拿走之後 你看這個周潤發的師妹 好 楊子球就一直要去把劍給追回來 對 那後來這把劍又被御角龍的師傅 也就是避免狐狸給偷走了 好 劇情聽起來好像很複雜 但是最重要的你要看的是那把劍吧 對啊 你看那把劍消鐵如泥 而且很薄對不對 好 現在知道了親民劍的威力了 我再回過頭來講講 我幹嘛講親民劍啊 因為南京初始的那把一公尺的寶劍 不是也透露著青光嗎 對 他也消鐵如泥 你意思說那把劍就跟親民劍一樣 剛剛你不是看到那群官員 拿著劍在那邊比來比去嗎 對啊 來 這個就是親民劍 當然這是復刻版的 各位知道嗎 長一公尺 我為什麼說像我這種 中矮身材的男人不可能配方 這種寶劍要180公分以上 你意思說這把寶劍會太長了嗎 你們看這樣我能看嗎 是不是很長 再來 我 我怎麼拔 我拔不出來 你看 透露著青光 對喔 原來長度跟身高有絕對關係啊 襲風無比的青光 好 我再回到剛剛南京那把劍好不好 那把劍當時他們拿出來之後 剛好前面有電纜 他們就對著電纜就這樣子 當然他們不可能是用砍的啦 因為怕破壞到這把寶劍嘛 輕輕一畫 咻 那個電纜的皮 下面的橡膠皮 就硬生破裂耶 你要知道啊 那個電纜的皮 如果你就算是拿開山刀這樣子劈 它也未必會破喔 但它這麼鋒利啊 咻 輕輕一畫 在土大在地底下2000多年的劍 居然拿出來輕輕一畫 電纜線就斷了 所以剛剛你VCR裡頭看到他們那些 中國大陸的那些考古學家 還有那些公安 不是表情都很訝異嗎 是啊 就是這個原因 就被2000年的寶劍給嚇到了 好 那我還是要把重點 回到這把清明劍 你看看這把清明劍上面 有沒有 都是叼著青龍有23隻 相傳清明劍 它可能就是在春秋時期 有一個叫歐爺子的鑄劍大師所叼著的 當然也有人講說是孫權請人叼著的 但我先講歐爺子 清明劍 歐爺子當時在鑄這個劍的原因 是因為他發現了女娲補天所遺留下來的其實 他認為用這個來鑄造劍 一定可以鑄造一把鋒利的寶劍 但是到了他死之前都沒有成功 所以呢他幾乎可以說是抑鬱而終 他的女兒不忍心爸爸這樣 所以他女兒當時聽說 以仁入劍 其風無比啊 以仁入劍是什麼意思 跳進鑄劍的火爐就對了 什麼 所以他女兒為了完成他老爸的心願 就跳進去了 整個就轟 就跳進去 一跳進去之後 如果你想像這是爐 一把劍就突然這樣 轟 從爐子裡面破爐而出 頓時天地無光 然後風雲變色 然後歐爺子當時拖著他病咽咽的身體 然後看著這把寶劍他心裡想 這真乃西式冥劍 但是他突然想到 這是我女兒犧牲生命換來的啊 所以他這個時候突然悲從中來 他拿著劍他出來做什麼事情 做什麼事 瘋狂亂砍 啪啪啪啪到處砍 結果砍完畢 所有被他砍的管他是什麼 管你是鐵 管你是石頭 小鐵如泥 破石而出 反正這把寶劍無所不砍 無所不摧就對了 清明劍就是這樣來的耶立剛 你知道嗎 原來清明劍是這樣 但是為什麼要叫清明劍 為什麼叫清 為什麼叫明 也不用想得太複雜 因為他的女兒叫明兒 加上你看看這把劍 他是不是透露出正正的名氣 那加上他女兒跳進去的時候 穿的是一身青裝 所以他就叫做清明劍 南京出土的這把劍 讓大家想到了這個 臥虎藏龍當中的清明劍 但清明劍在當時鑄造的人是誰呢 臥虎藏龍電影當中鑄造的 可是郭長席老師呢 我們就來問問看老師了 老師 歡迎你來到我們的節目 想問一下清明劍有多厲害 我們的 所以現在報紙拿出來了 你要試這把劍的力度來說的話 最主要是嗎 有力沒有力是這樣 什麼 這麼力 它怎麼跟美工刀一樣 老師您的這個劍未免太強了吧 這麼尖銳的刀子 這麼尖銳的劍 那這一把劍這樣子 我們削這麼薄的報紙 就可以知道它的力度了 對 如果削鐵如你既然講到鐵 那我們現在現場準備了一把菜刀 那菜刀它要砍的話呢 菜刀可以 都可以砍 那我們來示範一下菜刀的部分 那這邊其實還有另外 老師你鑄造出來的另外一把劍 這一把劍是什麼劍 這一把叫做乾醬劍 乾醬劍 它做好以後它上面有規格 就是莫爺乾醬 莫爺乾醬 所以你有鑄造出兩把劍 對 所以這把是乾醬劍 特別在哪裡 因為它做好上面它有龜殼紋 龜殼紋 它的紋爐像龜殼 龜殼紋 所以這就龜殼紋 那現在如果我拿著菜刀 我要來砍劍的話 那你試這兩個 一個是這麼厚的菜刀 一個是這把劍 那兩個要怎麼試呢 可以砍 可以砍 你如果要說這一把好不好 你說劍好不好拿菜刀砍 這一把的力度它也很好 它可以理髮 什麼 等一下 可以理髮 可以理髮 老師也很頭髮 它很利 等一下 你不是道具 你的頭髮 你的頭髮還真的下來了 我們注意 老師剛剛拿菜刀一削 頭髮已經被削下來了 有沒有注意到這劍這麼的銳利 頭髮居然就 不是劍 是菜刀 菜刀 那也就是說你有這麼 這麼鋒利的菜刀 再加上這一把這麼銳利的劍 那兩個強嗆碰之下會怎麼樣 譬如說這一支可以砍的話 就是這樣 菜刀這樣 等一下 這個好好 完整無策 這把刀 這把劍 這把劍居然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但菜刀已經 被這把劍一砍下去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這菜刀這地方已經凹掉了 整把尖銳的鋒利的菜刀 可以削頭髮的菜刀 居然被郭老師這麼一砍 這把菜刀已經彎了 變行了 變不能用了 你拿一把比較不好的劍 拿一把加好的劍 你就被我殺掉了 但老師為什麼同樣是 是金屬居然差別差這麼多 對 我們除了這把劍 它能夠把鐵就這樣子給削了 如果木條呢 可以 也可以 木條也可以 輕輕的就可以 砍斷它 木條就這樣斷了 等一下 木條就這樣斷掉了 天啊 我們木條就這樣斷成兩截 對啊 那這把劍呢 沒有什麼 完全沒有任何的 完全沒有任何的損傷 對 那如果它遇到別的劍呢 遇到別的劍 看怎麼做 如果是我做的 做一樣的劍 兩株對砍就是兩半續傷 你是說兩把劍來對砍 不會吧 老師 你真的要這樣示範一下嗎 可以 好 那我們來示範一下 兩把劍如果要對砍的話 會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那你 誰要拿 拿這一把 你拿這一把 你 這一把嗎 對 老師 你說要這樣對砍 真的要對砍 這一個可以砍 這樣子喔 砍斷它 等一下 那個 鍾 鍾鍋這把劍 鍾鍋這把劍 老師你等一下 所有的朋友 鍾鍋這把劍就是剛剛 削報紙的 把報紙削 削得整個碎掉的 就是鍾鍋這把劍喔 結果現在鍾鍋這把劍要對上 老師手上的這把乾匠劍 那這樣子對決的結果 是什麼樣的一個場景呢 看一看看這一柱塊 或是這那一柱塊 老師等一下 我要拿得很穩才行嗎 很穩這樣 這樣拿比較 這樣拿比較穩 比較不會危險 這樣子喔 要抓好才行喔 好 1 2 3 哇 等一下 這是電影場場中的一種場景吧 清明劍被削下去 連的劍都這樣斷掉 真的場景可不可以發生喔 同樣是金屬剛剛 而且鍾鍋你那把劍已經歪了耶 我講不出話 我現在講不出話來 這個好好的 好好的 好好的 老師你拿一下這把劍 這把乾匠劍實在是太厲害了 但真正地上斷成兩截了 哇 那這把老師也是你鑄造出來的 對 但鍾鍋你還沒比武 你的劍已經斷成兩截了 對 是李木柏也太丟人了吧 所以以前的 以前在用這種兵器的時候 打仗就是說你拿得好劍 對方拿得不好劍 他就被你殺死了 所以也就是說 我不只是我的武藝高強之外 我手上要有一把非常好的兵器 對 我有這把兵器我真的是消鐵如泥 對 就像剛剛鍾鍋手上拿了一把劍 報紙都這樣子隨便就可以消掉的劍 對 居然被郭老師 您這麼一打這個劍就斷成兩截了 對 聽到郭老師這麼一敘述 你有沒有覺得一把好劍要練出來 不只是鐵的成分要好 天鐵是最好 結果居然是外太空的隕石 但你有沒有聽到郭老師剛剛講的一句話 他說人 如果人能夠進到那爐子裡面 你就用那人骨練出來的鐵的材質 會更棒耶 大家有沒有記得以前古代歷史上 乾架末爺劍 這兩把雙劍 可是局勢武雙的劍耶 但是這兩把劍 可是靠人來練出來的 對 在春秋時代 吳王和呂 大家都印象深刻對不對 我跟你講 那個時候吳國非常強盛 然後在統領的地方 廣臥千里 豪華的宮殿錦衣浴石 和呂突然有天照鏡子一看說 你是不是覺得我缺了一把寶劍呢 他對著鏡子講 哇大臣侍衛通通聽得懂了你知道 可是偏尋公眾 找不到一把能夠配得上 吳王身分的劍 哇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就有侍衛進獻代王 我國有一位駐劍名師 叫做甘將 他跟他的妻子莫爺 聽說駐出來的劍 舉世無雙天下第一 和呂大喜 立即就召劍他們夫婦倆進攻了 進攻的時候 和呂就告訴這個甘將說 我希望能夠駐造一把 能夠傳世的寶劍 OK 好 那甘將賢命之後 到全國各地去找最好的青銅礦跟鐵礦 但是在儒神旁邊 我跟你講 常常驚天地氣鬼神 鬼哭神嚎就對了 你就曉得說 要駐造這一把千年的寶劍 我跟你講是非常非常的 連天相都跟著變化 結果你知道嗎 甘將跟莫爺 賢命練這把劍 駐這把劍的時候 三個月鐵枝都不出來 什麼 三個月鐵枝流不出來 就流不出來 為什麼 你沒有辦法流出來 就不能駐成寶劍對不對 他融了居然流不出來 對 那個時候莫爺就說 三個月鐵枝不下奈何 結果甘將就說 古代煉劍大師歐爺子有說 一旦遇到鐵枝不下的話 就要請女人做儒神 這個時候就會成功 等一下 女人當儒神 對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一段淒美的愛情故事了 這個時候莫爺一聽 他懂得丈夫的意思 就是要女人當儒神 我就要以身 來幹什麼 跳進這個爐子裡面去 你說什麼 莫爺他居然要跳進去 我成為儒神之後 這把寶劍才能夠鑄造成功 這把金式寶劍才能夠獻給代王 OK 結果他一跳下去之後 你知道嗎 果然鐵枝馬上就流出來了 而且馬上就鑄造了兩把齊圍 豐力無比的熊劍 就叫乾匈劍 就叫莫爺 熊齒兩劍 哇 這把兩把劍 終於花了這麼久的功夫 終於鑄造成功 乾匈劍趕快把這一把劍獻給了和履 代王我們的劍鑄造成功了 這把劍就叫乾匈 以他的鑄劍師為名 就叫乾匈 所以他就收了 黃帝就收了這把劍 黃帝也收下了 覺得非常的滿意 鋒力無比 剛剛有多鋒力 剛剛老師已經幫我們示範了 果然名不虛傳 所以乾匈劍就這樣子到了黃帝的手裡面 黃帝的手裡面 對 可是我跟你講 結果他就把雌劍 莫爺 因為莫爺已經為了鑄劍而犧牲 對不對 他放在劍夾 戴在自己身上 事情被和履知道了 不得了 什麼 你竟然敢私藏雌劍 你把雄劍獻給了我 你卻把雌劍留在自己身邊 這叫七軍 好 武士把黃款把它包起來 黃帝居然還這麼貪心 人家都已經 老婆都盡了這個奴禮了 對 都已經犧牲性命了對不對 為了拯救你的寶劍 結果把它圍住 結果敢講 那時候就說 啊 莫爺啊 我們怎麼樣才能夠在一起呢 你講了這句話 你知道嗎 你知道 結果這劍夾突然自己打開 莫爺 就是這把雌劍 化為一隻白龍 輕力的白龍 一下飛到天上去 騰空而去 再也不見蹤影了 結果你知道嗎 這時候發生了一件怪事 什麼怪事 你之外 我告訴你 千里的 我跟你講 湖面上 我跟你講 突然出現了一隻白龍 而 我們現在不是有 那個 河呂已經有乾匠劍了嗎 對不對 乾匠劍 也不見了 你是說 河呂手上的乾匠劍 也不見了 也失蹤了 也失蹤了 也不見了 古時候 我跟你講 如果要能夠鑄造船式的寶劍 你剛才聽到了 就是用人骨 對不對 對 所以爵士好劍 一定要用人骨才能打造完成 古代還有一把傳奇的劍 叫玄冥寶劍 你知道 玄冥寶劍 他要怎麼練嗎 他要反覆的加熱 擊打進血 當時的鑄劍師 已經知道 鐵的韌性大於銅 對不對 對 可是不知道那個熔點在哪裡 所以以青銅為骨 然後呢 找了四百個同男同女 我跟你講 為什麼要不斷的加熱呢 我跟你講 就是你要把那個劍 浸在銅子的血裡面 充分吸收血裡面的鐵質 什麼 是這樣練劍的 這樣子把四百個銅子血放進去 是這個原因 人血練劍術 人骨練劍術 暗黑 連練劍師都不敢留下姓名 這把玄冥寶劍至今 不知道是誰鑄的 我跟你講 不斷的反覆的加熱 加熱之後 然後擊打 讓他充分吸收了鐵質之後 再加熱 一樣反覆去除他的雜質 最後要經過半年 你才能夠成就一把 全黑的玄冥寶劍 立剛你聽到說要用四百個 同男同女的鮮血 你會不會覺得 這把玄冥寶劍 也有無比神秘的力量呢 玄冥寶劍要的是四百個 同男同女的鮮血 但是郭老師 我想問您 您在鑄劍的過程當中 剛剛華乾也提到 您也提到說 要用到人骨 那這樣子鑄劍的話 會不會有一些 靈異的現象發生呢 古時候傳說就是說 我們輪死掉以後 如果沒有火化 它的靈還附在骨頭裡面 但是骨頭 我們如果在鏈劍的時候 骨頭放進去的時候 它三秒鐘它裡面的乳火 全部是青色的 它會變成七彩火 什麼 你說本來是青色會變成七彩的 對啊 就是像那個 所以就像這個圖上面嗎 對 在鏈劍的過程當中 顏色火焰會變成七彩 你那個 那個人骨放進去 它三秒鐘以後 它就變成七彩火 那郭老師我想問一下 您有沒有拿到過鞋劍 鞋劍有啊 有喔 因為我 因為我三十幾年前 就在大陸收我們中國的骨兵器 收了四千多劍 你收了這麼多的骨兵器喔 有一支 是它以前是在判署刑的時候 在砍頭的 等一下 你說古代砍頭用的劍 對 你把那個劍也收起來了 那個刀 那那個砍頭的刀應該很斜吧 因為我裡面兵器很多嘛 如果是我們中國的 有時候在變天的時候 晚上會聽到那個 輕輕的聲音 什麼 你是說天 有變天之後 天氣有變化之後 你晚上會聽到 輕輕輕輕輕的聲音 對啊 再來 兵器明明擺在你自己的庫房裡面 它會有聲音出現 對 因為那一把就是說 因為它砍 砍的輪筒 砍的差不多 以前是 那個人給我說的 說他的主婦給他講的 說那一把 砍了六十幾個人 六十幾 對啊 但是那一把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靈器 比較 比較強 所以你 壓不夠他 所以那時候你就生了場大病了 對 所以我們可以注意到 郭老師他自己本身在斷造劍 他也在收集劍 可是劍有正氣跟邪氣之分 但我們說到劍 天下第一名劍是什麼劍呢 月王勾劍的劍 這把劍是鋒利無比 但這把劍 不只是削鐵如泥 連石頭都可以擊碎 但月王勾劍的劍 真的有這麼厲害嗎 社長 我們知道那個月王勾劍 在1965年那個劍 月王勾劍出土 出土以後 當時考古人員講了兩個狀態 我們很難 不可思議 我們講不可思議 當時他們考古人員 在挖到這把劍的時候 第一個講法是說 當時他們感覺到寒氣逼人 劍還沒有打開 還沒有看到的時候 你說劍寒氣逼人 對 整個裡面都寒氣逼人 他們一般在考古工作 古墓看過很多 但是在這個圖裡面 已經兩千多年了 第一個感覺到寒氣逼人 第二個後來出土了以後 把這把劍拿出來 這把劍我們在螢幕上看到 他大概55.6公分長度而已 但這把劍當時出土的時候 把它整理出來 他們說看起來很鋒利 當時有一個考古人員 用手去拿的時候 手馬上就割傷 流血了 什麼 才出土手 考古人員手就受傷了 對 他們看這個劍上面的名文 是月王勾劍 裕用寶劍 製作用劍 結果月王勾劍 到現在2500年 2500年怎麼還這麼鋒利 而且沒有生鏽 就像我們那天講 秦始皇的那個劍一樣 那怎麼可能做到這樣一個 而且在土壤底下 照理說濕氣太大 應該要劍會鏽死 然後他們拿起來 又就拿了一堆白報紙 劃過去試試看 結果呢 也是一樣 三十幾張白報紙 印身斷裂 這個他們就在開始在研究說 這個月王勾劍的劍 號稱天下第一劍 真的有可能嗎 後來找了很多文獻紀錄 我們知道文獻紀錄裡面 在月傑書跟禁書 那個彰化的博物誌裡面 有提到葉王郭劍的劍 是誰做的 這是剛才講的歐爺子 歐爺子做的 歐爺子當時在 在那個葉國出生的時候 他是一個天下第一名劍的 書劍師 他大概打造了 有八把 八把名劍 天下第一名劍吧 三把送給楚國楚昭王 很有名的農前 泰俄干部 公布 另外有五把送給郭劍 其中一把 可能郭劍 其中一把就是他的 醫用保健 是歐爺子做的 當時他們在講說 歐爺子打造這把劍 郭劍的這把 天下第一劍 給他說 郭劍當然要試劍 到底好不好 結果他們試的時候 寫得非常清楚 他說他們把那個大石頭 很硬的石頭 拿在那邊 郭劍的面前 用這把刀砍 劈哩啪啦 一直剁 那個石頭 硬身碎裂成 一百多塊的小石 等一下 你說石頭碎裂了 那劍呢 劍好好的 劍沒事 好好的 這個還第一次 第二次他們說 那就在試火的東西 用牛跟馬 你知道牛的骨很粗很硬 對 用這個劍砍 砍硬身 牛頭照樣馬上 瞬間就掉落下來 什麼 這麼鋒利 對 第三個更不可思議 他們說後來是 就是在試劍的時候 有一隻蜻蜓揮過來 他們就用那個劍去揮蜻蜓 那個蜻蜓揮過去的時候 斷成兩半 等一下 蜻蜓還不知道自己死掉了 劍那麼大一把 居然揮過去 蜻蜓就斷兩半 斷兩半 那個蜻蜓據說它還 還揮揮揮揮揮了幾步 又啪啪啪啪 才掉下來 這個跟我們看那個 療齋之役寫得差不多 療齋之役裡面 也有寫一片說 劍很利 刀法也很利落 人頭落地 人頭還喊了一聲好快的刀 這有這種講話 那這種劍到底真實的嗎 真實的 那現在證明 剛才郭老師也給我們看了 確實有這樣的一種劍 那夜王郭劍的這把劍 他有一個情況是 我們現在一直沒有辦法了解的 他有一個科學之謎 為什麼這把劍 後來由中國的中科院 跟復旦大學 跟中國鋼鐵公司 派出了一些高科技的人 去檢視這把劍 為什麼他可以做到這樣的程度 幾千年不鏽 後來就在裡面研究說 研究這把劍 其實在他的健身裡面 他都有幾個特別的東西 就我們那天講 情死亡的時候 有提到一個個 還有他裡面 還特殊的一個叫劉 他加個跟劉去做防鏽處理 所以2500年來化 所以也就是說他防鏽了 2000多年還不會鏽實鏈 那我們也有講過 這個劉化處理 跟這個個的一種徒步 做防鏽處理 不是當時技術所能出現的 這是第一個謎 第二個謎是什麼東西 是他那個我們講他那個劍手 劍手是什麼地方 比如這個劍最底下這個地方 底下這邊有個遠遠的有沒有 這個叫劍手 他劍手的部分 劍手的部分有11個 畫了11個同心眼 刻了11個同心眼在裡面 那這個11個同心眼有什麼了不起 他每一個同心眼的那個寬度 只有0.2毫米 等一下 那麼小 0.2毫米 我跟各位講那個A貨的紙 A貨的紙的厚度是0.17毫米 對 所以他做到0.2毫米那麼細 做11條 一個平行的11條 但是在古代的科技 怎麼做到這樣的程度 以現在當時那個中國鋼鐵 大陸那個中國鋼鐵 他們在講說 用現在的車轉技術 要做到這樣子 多有困難 以前2500年前怎麼做到 另外他那個同心眼裡面那個線 我剛才講0.1毫米對不對 後來那個中國科學院發現 他這個0.1毫米 裡面還有刻東西 刻得像繩子一樣叫繩紋 0.1毫米裡面還可以刻東西 像繩子的紋路刻在上面 對 所以他們覺得不可思議 那當時到底這個 所謂的歐椰子怎麼做出來 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個是他那個鋼 剛才看他跟其他鋼相 相擠的時候那個鋼本身 他不會斷別人會斷 為什麼 他們在研究說這個鋼 這個鋼裡面含有一種 很特殊的東西 銅錫跟鋰 我們知道銅錫去青銅鋼裡面 一定的比例 對 他通常我們如果看這一把鋼 這個鋼 鋼擠就中間這邊 中間最中間那條線 凸起來的部分叫鋼級 鋼級的部分 他通常在OS這個鋼裡面 已經月王鍋鋼的這個鋼 那個銅的比例 跟鋰的比例 混合得相當好 他整把鋼是銅錫比例 大概83比17 那這個有什麼意思 鋼級的部分銅比較多 一直到鋼嫩就最利的部分 鋰就比較多 但是同樣的一把鋼 對 這樣子鋸造就每個地方的 鋸層的效果 成分居然不一樣 成分不一樣 那兩件成下來 中間鋼比較多 所以它比較韌性比較夠 不會斷 兩件香蕉不會斷 到旁邊的時候 鋼嫩錫比較多 錫比較多 錫比較多的時候就會硬 所以它就銳利 不容易跟人家砍砍的時候 像剛才跟菜刀砍 菜刀有缺口 它就不會有缺口 對 而且它裡面有一個不可思議 它漆的銅跟細以外 它是青草青銅劍沒有 它加了鋰 鋰千古以來 它不會秀的原因 跟鋰其實有關係 鋰是在空氣中不會氧化 也不會那個濃於水 所以它一直在古墓裡面浸泡這麼久 做這麼久 2500年不化 劍裡面的成分居然可以不同 這使得考古學家 要繼續研究這月王勾劍的劍 當中究竟許許多多的懸疑 但是呢 如果現在你注意的話 到了跨年的時候 其實台灣的很多藝人 根本都不在台灣 全部跑到大陸去跨年 因為最重要的是 大陸跨年一場啊 你台灣可以10場 甚至20場 費用是非常的高 但是你注意喔 許多藝人到了大陸去 可能會碰到了什麼呢 綁架傷眼 或者甚至是把你掳起來 還有甚至一些不合理的待遇 但在前一些時候呢 發生事情了 誰呢 伊能靜 伊能靜差點被綁走欸 對 伊能靜 安妮 她現在啊 眼而幽則導 為什麼 她要當導演 她要當導演 成立公司要當導演 劇本什麼都自己寫 她呢 前幾天 在12月10號 10號的事情 出現在杭州 就被啊 狗仔啊 拍的 所有的照片都被拍到 為什麼 她呢跟著兩個男生 進入杭州啊 的一個酒吧裡面 大家想說 可能談生意嘛 對不對 對 要當導演 看晚上的時候到酒吧去 跟朋友進去 對 可能是談生意嘛 這個電影 我是女王快要開拍了 她很多要談 對 你看現場的照片 拍到照片了 對 中間有幾個 因為冬天很冷嘛 穿了很多的衣服 有個男生 另外一個是她的經紀人 大家拍著拍著 這個婚姻男啊 他們要進酒吧的時候 突然有個動作來了 什麼動作 她用手啊 壓著依能靜的頭 這樣把她壓著進去 等一下 壓著依能靜 很粗了 他們的交情有這麼好嗎 對 就是說 為什麼會這樣壓著 一個女生被她壓著頭 可是依能靜也是笑笑的 就跟著進去了 在裡面啊 狗仔算這個時間 大概一個小時之後 他們就出來了 出來之後呢 他們發現說 怪了 這個男生 剛剛講那個婚姻男啊 這下呢 突然一手拉著 依能靜的手拉著 拉著之後呢 你這樣子不是動作就很粗魯嗎 對 攔了一個計程車 就要把她拖進去計程車裡面 好 這樣子被狗仔看到了 都拍到了 真的喔 然後呢 就聽到說 依能靜高喊說 不要不要不要 尖聲尖叫 所以路人啊 計程車司機啊 很多人都聽到這個聲音 然後就吵起來 還聽到依能靜在罵 罵他的經紀人 叫做洪明輝 他說洪明輝 你這個叉叉叉 你人到哪裡去了 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有為難的 我的經紀人 沒有出來救我 你人跑哪裡去了 經紀人不見了 不見了 依能靜要被別人押走了 對 那這擺明就是綁架了 對 所以他就 現場就 因為這是募集 募集者講的說 依能靜在那邊尖叫聲 很大聲很大聲 意思說我不要 我不要 拉拉扯扯當中很尷尬 好 人家就說 這個會依能啊 他覺得不太對了 因為好像有警察圍過來了 有人去報警了 他就說 卻依能靜說 好了 那這樣子 你自己坐車回去好了 就這樣不歡而散 可是過程非常非常驚險 回到飯店之後 其實到目前為止 依能靜還沒有出來做任何的解釋 不曉得那天晚上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到底是合資糾紛 還是說有些感情的問題 還是什麼 都不知道 可是當天的狀況 確實很危險對不對 他差一點被掳走了 然後你看 不要不要 確實是他講出來沒有錯 所以當天 他確實人身安全 有面對這些問題 但是到目前為止 依能靜本人 沒有出來做任何的解釋 他沒出來解釋 所以中間有很多的謎團 還有帶依能靜出來 把當天的狀況說清楚 到底那個人 有沒有對他做人身安全上面的攻擊 或是有一些威脅 或是有一些什麼糾紛 他應該出來說清楚 免得觀眾粉絲 其實是蠻擔心的 除了依能靜之外 還有一個是潘美成 這個大概2009年發生的事情 潘美成也有事情 潘美成平常蠻MAN的對不對 也蠻凶悍的 這個是2009年發生在重慶的事情 當天晚上他有個商演 唱啊唱啊唱的時候 突然就有一個阿姨上來 在送紀念品了 他們那個商演很奇怪 你搞不清楚為什麼 突然有人在送紀念品給觀眾 潘美成在唱歌 有人開始送東西了 對 那潘美成還在唱啊 譬如說我這樣在唱 不是要聽歌嗎 對 那我前面就開始在發東西了 對 我在唱了你要發東西 不對吧 你繼續發好了 阿姨你發東西 阿姨我就走了 他就走了 你說潘美成就不高興了 不高興 他不唱了 他先講說阿姨你不要發了 我要唱歌 阿姨就還在發還在發 他就好 就掉頭就下舞台了 這下舞台不打緊啊 下舞台之後呢 立刻 立刻被請到老闆的小房間去了 在那裡面 他進去之後他想說 老闆有什麼事嗎 但是他聽到一個聲音 他的門匡的被關起來 而且外面有鐵鍊在纏的聲音 等一下鐵鍊纏 那豈不是就把潘美成給 鎖在房間裡面了 他在想說 怎麼一回事 老闆就開始問他了 潘小姐 我請你來 怎麼這麼不給我面子呢 給你住了飯店 你不高興 對不對 我辦記者會 你也不來 觀眾剛剛給你獻花 你也不收 現在 你明明收了我 八萬塊錢 你要唱六首歌 你剛剛唱第幾首 我剛剛才唱第三首而已 所以 你什麼意思 你不唱完對不對 潘美說 不是阿 那個阿姨一直發禮物 我怎麼唱啊 我待會上去 幫你把那三首唱完 老闆就說 你不必唱了 你就給我待在這裡 你不用唱了 我不要你還錢 我不要你唱了 他想說 為什麼這麼兇悍啊 而且我聽到 框框框鐵鍊把我煉住 到底說什麼事情 好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 結果呢 老闆就這樣把它扣在裡面 好 然後其實已經到落幕的時間了 他的粉絲覺得說 潘美成不對啊 沒有出來謝幕 也沒有跟我們簽名 都不對 不像潘美成平常作風 粉絲打電話了 打給公安 啪啪啪 公安跑來了 到那邊把鐵鏈打開 把潘美成放出來 這個時候你知道嗎 三個小時過去了 潘美成嚇死了 連夜落荒而逃跑回去了 所以如果驚魂祭就是這樣子 三個小時被軟禁關在裡面 有理說不清楚 潘美成的遭遇 好 還有一個蕭雅軒 是最近的 蕭雅軒 Elva 我們的偶像 他是在湖北 也是一個商演 結束之後 第二天早上 打包了對不對 要去機場了 準備要走了 結束了 算力成功 還滿開心的 好 結果一大早 叮叮叮叮的 有人來按電鈴 飯店的員工說 Elva 我可不可以跟你要一張簽名 我早上在打包收醒你 素顏 他說 我這樣子沒有辦法簽名 我沒有辦法跟你拍照 都不行 好 這個女員工就說 不拍是不是 不拍照是不是 啪的門一關 走了 不是 我們Elva以為說沒事 行李打包打包 好 那只是不拍照的 對方那麼生氣啊 對 一出來之後發現什麼 他的保母車不見了 等一下 被車掉了 剛剛那個女員工 去把保母車車車掉了 那女員工那麼厲害啊 對 他可能是比較高級的 那個主管 所以我們Elva 沒有車子可以去車站了 沒有辦法去趕那個飛機了 好 他說那怎麼辦呢 趕快叫自己的助理 你趕快再去叫一部車子來 好 助理打電話 另外一部車來了 來的時候趕快啊 衝上車去對不對 趕快坐趕快走 不得了了 這時候來了20個大漢 20個大漢 把他的車子團團圍住 不讓他走 什麼啊 蕭雅軒的車子被圍住了 大漢還在門口 一直拍那個車子 下來下來下來 你下來拍照 你為什麼不拍照 蕭雅軒嚇死了 趕快再下車躲到飯店裡面 躲起來在那邊 趕快打電話求救啊 三個小時走不了 直到打通了一通電話 打給房主名 哎唷 因為他跟房主名好朋友吧 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救救我 房主名說好 我找我老爸成龍來救你 成龍一通電話 打給公安單位 公安來解決整個事情 叫阿瑄去趕飛機 可是已經搭不上飛機了 只好坐下一班 到大陸去演唱的時候 通常都會碰到一些恐怖的精魂劑 但藝人林志玲呢 林志玲可是個名模 他到賭城去作秀的時候呢 其實碰到了黑道要求陪吃飯耶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